哈喽大家好,你知道印度疫情当下的穷人生活是怎么样的吗? 今天呢,围绕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印度疫情当下的穷人生活是怎么样的 来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第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这个疫情当下呢,印度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糟糕 印度的富人呢,坐着飞机去德国,美国等城市去游玩,逃避这个疫情 而那些印度的穷人们呢,也没有钱去坐飞机,也没办法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印度 他们呢,只能吃一些富人剩下不吃的食物,以及沿街乞讨 并翻找他们吃剩下的这个垃圾食品度日 所以说呢,印度当下的穷人生活呢,是非常的糟糕 第二点呢,大家也知道,印度的这个种姓制度,以及这个宗教影响呢 可能印度的穷人呢,在印度人们的眼里呢,连一头印度的牛都不熟 可以说呢,印度的神牛都比现在印度疫情当下的穷人们的生活要好得多 这些神牛呢,还有人照看,还有人为赐料 而那些穷人们呢,受疫情的影响,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生活保障 只能去吃一些剩下的垃圾 靠这些就是垃圾食品度日 没有办法呀,没有钱呢,那怎么办 而且还没有这个经济收入 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是得有多么的糟糕 第三点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保障也十分的差 有钱人呢,都是去私人医院,没钱人呢,只能去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呢,医疗条件呢,是十分的不好 可能得一场小病,光排队就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这个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小病根本就病不起 穷人们也不敢生病 所以啊,也导致印度疫情当下的穷人们呢 根本没有钱去购买疫苗 也没有像中国,我国这样的免费疫苗给国人接种 所以呢,也导致他们这个疫情当下的穷人们呢 根本就没有疫苗 他们的命呢,只能像草芥一样 也没有人去管,也没有人去问 所以说,他们最终的结局呢 可能是死于这个印度疫情的当下 好了,和大家也说了这么多了 接下来回回到这门正题 印度疫情当下的穷人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一个字就是脏乱差 并且这个人命如草芥 没有人去管,没有人问 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印度的人民呢,只能死于疫情当下 他们根本就没有钱去续命,去买命 只能听天由命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有喜欢小港视频的 记得关注,分享,收藏,并转发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